我這個褲子 這邊有 美拍這邊有囉 嗨 大家好 來我們跟內地的朋友打個招呼 日程艾琳 琳琳 多愛的朋友你們好 嗨 妳來了 現在一個 屬於沒有人的狀態 有有 現在有了 那可不可以請琳琳幫我們 分享一下 我先打開我的粉絲專頁 然後我先分享跟大家說 我現在在柯夢之間做直播 沒錯 這樣粉絲就可以進來問問題喔 今天晨艾琳要回答大家的愛情問題 其實蕾琳對她的印象蠻深刻 因為之前都是大學學妹妹 然後對 上次我們BIGINI Party 就是看到她 然後粉絲就是露美麗超強 超誇張 真的 太對的在拍照 因為我覺得我的粉絲都還蠻像我的朋友的 真的 而且 其實我們場面有個花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在泳池旁邊 她就有個救生員 真的是痴迷的固點 整個場直到腳步會爛 超緊的 超緊的 真的 因為 因為妳真的很有魅力 為什麼她想說 就拿一個爆料 可以自己知道 沒有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一開始 我們都還 大家還穿衣服 然後因為那時候游泳池店 就是沒有人要下水 對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當第一個先鋒 但因為我那時候還穿著衣服 因為畢竟沒有人脫 然後我第一個脫 然後攝影大哥都會來我這個店 我就很害羞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先不要脫 可是呢 掉鬼的是我晚上要去吃喜酒 所以我如果摔下那個鯨魚 我就死定了 對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先穿著衣服上去 然後我就拜託救生員 妳先幫我扶著那個鯨魚 是不是她衣服就是扶兩個小時 真的 超緊 真的 她應該是找出某個粉絲 然後立刻脫衣服 然後下她的水 不會不會 她體格感覺真的有變過 所以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可以問一下林林說 她怎麼樣 其實她就是 其實她就是還蠻有疫情緣的女生 真的欸 因為她講話就是嗲嗲的 然後就是 妳知道她有 而且很可愛 對啊 欸可是我的粉絲 女生比男生都很多 我知道 可是她因為她那一天她就是很明顯 所以 我也想問你說 妳自己 妳覺得妳的好感度是怎麼來 就是通殺男女生這種好感度 我自己插波椅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女生喜歡我 是因為他們覺得 嗯 他們喜歡我的生活方式 嗯嗯 就是他們會想要就是 很多人會說 我好想變成妳 我想要妳的生活 就感覺妳對自己是有自信的 然後 嗯 可以掌握好自己的工作 可以掌握好自己的外表 可以掌握好什麼 所以他們會覺得 想把妳當成一個是目標去前進 我的女生粉絲是這樣 對 那我的男生粉絲其實 呃 我有看過我自己的Facebook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比例 對 然後 在我發寫真 在我去年底發寫真之前 我的粉絲的比例是75 就是女生 哦 對 然後 因為我發寫真集穿比較少以後 哈哈哈哈 女生的下降到60 真的假的 對下降了10個百分比 對 但是女生還是相對比男生多 對 蠻多的 這件事情我其實 呃 一開始 但是 並不訝異 因為我雖然就是長這樣 哈哈 哪一樣 然後聲音又比較 尖銳 或細緻一點 但其實 我 呃 跟女生相處起來 男生其實不太喜歡我這個類型 嗯 因為男生會覺得我太有想法 好像很不好處理 哈哈哈哈 因為一般的女生有些就是 譬如說像妳那種長得可愛的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是不是會威脅到我們 然後就不 就覺得 呃 可是真的妳不會 我當天看到妳也太可愛 太親切了吧 但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絕對會 第一印象絕對會 第一印象就覺得我 會威脅到 嗯 就是 他們的男朋友 對 真的 可是我比較想要問的是 妳剛剛說 妳比較 大家會嚮往妳 比較有自信的一個態度 妳怎麼 怎麼讓女生 讓 對自己 就是感覺特別好 我覺得 其實感覺特別好 還是 就是 要從 內心裡面去 去建立這件事情 嗯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 像我那時候蠻常去高中演講 對 然後我演講的時候 很多女學生會說 我對自己還沒有自信 然後她就會跟我說 我好胖 然後她站在我旁邊 就是跟我 其實是差不多的 也是像一個竹竿 可是她覺得她很胖 嗯 其實我覺得女生很容易會 拿明星 或者是模特兒 國外的那些藝人去做標準 哇這女的胸部好大 這女的腿好細 對 這女的腰好瘦 然後這女的長好漂亮 就是她很有錢 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就會覺得 我對自己怎麼樣都不滿足 可是我覺得 人比人真的是會氣死人 真的 就是妳一定不要跟別人比 妳跟妳自己比就好 妳自己幫妳立下一個目標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太胖 那妳就去健身 然後健身後 一個月以後 你看到明顯的線條出來以後 妳這一個月絕對會比妳 前一個月有自行很多 所以我覺得 妳應該把所有的目標都放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 妳當然可以把 林靜儀的照片 設成桌布 然後好像有上陣 所以我等一下就先不要吃巧克力 什麼之類的 妳當然可以把一個 很厲害的人 設成一個目標 可是最重要的是 妳設的標準不是說 我要跟范冰冰一樣紅 而是我設的標準是說 我要比前一個月自己好一點 真的 然後妳當妳比前一個月自己漂亮 或者是瘦 或者是有線條很多 我就會覺得 那個時候妳的自信就會比較增加 那如果妳的前一個月都沒有搭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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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雷劑 妳都累積 妳的過度還是有些不順勢 沒錯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意志力其實很重要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妳就會覺得說 啊 算了啦先吃再說 或啊 算了先怎麼樣再說 然後吃完以後又開始沒自信 那妳不是一直這樣子 那妳就會覺得 真的 就是自討苦吃 對 所以我覺得別人也是有努力的 而不是說別人沒有努力 對 你看他們那樣 很多歐美靈活 就是那麼的凹出有志 然後就 在那個 健身房的時候 在那個鏡子前面這樣 有 有 有 可是那個人家有運動啊 如果妳真的是 一個禮拜跟她的運動量一樣大 那妳再來羨慕別人 我覺得也不遲啦 真的 那玲玲妳的idol是誰 妳的目標是什麼樣子 這樣 我其實是 小時候最喜歡 應該是我 高中的時候 我的課本的封面 都是蔡怡玲跟林志玲 妳知道我是 我是把一周看的照片 剪下來 然後貼在我的國文課本上 然後上課的時候 老師都說妳在看家序 所以我說 欸嘿 裡面是課本 很幼稚吧 這我 但我真的很喜歡他們 所以我就剪了很多他們的人像 然後放在那個課本上面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 其實 不僅是外表欸 嗯 真的 各方面都很值得 很值得學習 就很努力 然後 像志玲姐姐就是 對大家的我覺得都很好 嗯 就我 我小時候脾氣很差 所以我一直把她的脾氣 當成是一個目標 對 那妳有那種 就是什麼 fashion icon 就是一定要模仿要穿搭或是參考 一定要模仿誰 我其實真的沒有 因為我其實還蠻就是 就是看自己喜歡什麼單品 我就搭配什麼單品 對 然後我 雖然大家現在都會去看很多的雜誌 去學習怎麼穿搭 我覺得這很好 但是我覺得妳還是要有一個 就是妳自己的一條路 跟妳自己最想要的一個想法 對 然後把它融入到妳每天的穿搭裡面去 就是妳要有一個宗旨 因為我發現很多很厲害的穿搭服務客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宗旨 是他自己的那個方式 對 自己的調調 對 他自己的調調出來以後 大家才會覺得說 哇 我要去模仿他 或是我很欣賞他 是因為他一直有一貫的一個東西是在的 風格 風格是在的 而不是說我就是 呃 前一天先看L雜誌 這個 然後隔天看誰不在的日子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是很重要 不要說 這流行什麼我就去穿什麼 因為很多流行的東西 其實對自己的身材是不適合的 妳要去知道妳自己的身材 適合什麼樣的衣服 那我提問一個 就是妳是不是換髮色啊 而且妳髮質也太好了吧 不好意思 粉絲們 妳這樣近看 看到妳妳就知道她的髮質有多好 等一下 其實是因為我有上捲 然後因為上捲 其實頭髮會有一點光澤在 對 那因為我真的是染燙的蠻平凡的 對啊 對 我前一陣子是 呃 紫色跟粉紅色跟橘色穿插 然後 但我現在就是把它染的比較 藍紫色一點 對 然後再前一陣子是 金色跟灰色 就是整個是 灰色然後退成金色 嗯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頭髮也是 我很在意的 穿搭的重要的一段 真的 我覺得如果頭髮的顏色不對的話 我的穿衣服也會很難穿 就是皮膚膚色也會很難駕馭 像我就是前陣子退太金 然後我退太金 然後我退太金有點變金黃以後 我就沒有辦法穿一些粉紅色 或者是 嗯 一些比較粉色的衣服 因為穿上去整個人的膚色就會黑掉 真的 所以我就趕快下去把它染深 這樣就可以穿一點粉紅色 真的 真的是整體看起來真的很配欸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那妳的妝容 還想發紋 真的還想發紋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我自己都不感染 對啊 就是妳會依照妳的髮色來做 妝容上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髮色很 就是一定會影響嘴唇的顏色 嗯 然後跟妳的眼妝啊 或是眉毛顏色 然後眉毛我一定是照頭髮的顏色走 但是今天我的那個化妝師 我就請她幫我刷的灰 有 真的是一切 對就是把這個眉毛 因為我如果染這個顏色 然後我頭髮再刷 我的眉毛再刷一些金色咖啡色 那就不搭了 所以我的眉毛就會跟著我的髮色走 然後眼影跟嘴唇的話 其實我比較偏向這種桃紅色 或是粉紅色去走 然後我今天早上有時候 試一下那個橘色的口紅 然後就覺得跟頭髮的顏色 好像沒有那種match 我就把它換掉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頭髮的顏色就是藍紫色 其實跟粉紅色跟 就是有點我的手提克的顏色 就是我喜歡這幾個色系 對 所以 所以我的頭髮如果比較藍紫色的話 我就會去配這種 這個顏色的口紅 這個色系是我最愛的顏色 所以我大概就是 怎麼換就是大概是這樣 今年就是妳的年啊 就整個就是這個顏色 對 今年才沒有行這個顏色 對阿 可是我也蠻開心的 對 那妳就是網路上一直瘋傳說 有一個東西要領領腿 妳有沒有可以示範給我們看 妳到底怎麼維持 維持這個腿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是之前小時候 在錄大學生的梅的時候 然後主持人幫我取的 對然後 我記得好像是納豆哥還是 納豆哥他們取出來的 然後後來喬治哥在康熙提了一次 所以就 因為康熙非常非常多人收看 所以就大家就是知道 後來就教我這件事情 對 那很多人其實 一路上都有問我怎麼樣保養腿 然後我覺得 下半身很重要的是 不要吃甜食 超愛甜食 超愛甜食 我沒有完全不吃 我還是吃 但是因為我控制的份量 因為我現在最近又在研究那個DGI的飲食 喔 GI就是生糖指數 嗯 那我最近因為在研究DGI 所以我又更不吃甜食 所以其實我覺得甜食 是造成下半身肥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對 其實整個高GI的東西 都會讓你的下半身肥胖 然後我覺得台灣人沒有拉筋的習慣 嗯 對 下半身絕對是拉筋很重要的習慣 其實我睡覺前 這是我們睡覺的床嘛 然後你的床頭不是會有一定的牆壁嗎 對 其實你只要把你的腿倒掛 然後V字形去拉筋 然後你一開始不要太勉強自己 你就慢慢慢慢的 一直到你覺得 你可以越來越開 越來越開 就很好 然後包含你的大腿的內側那條筋 跟你小腿的那條筋 其實它的那個線條都會變得很漂亮 你的肌肉也會鬆 可是真的是每天晚上 最好都要拉 就是你睡前在滑手機的時候 你就花個20分鐘到半小時 然後去抬腿去拉筋 然後還有洗澡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很棒的按摩的一個時間點 就是你洗澡的時候 因為霧霧乳滑滑的 你就由下午上去推你的小腿肌 去把那個小腿肌推開 推開 那保養品呢 腿的保養品其實我覺得 只要除毛乾淨 然後跟保濕乳液擦好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 真的太多的保養品要選擇 對 那你就是 因為我之前聽說過 就是你很常自己去旅行啊 那你有沒有 因為如果說自己去旅行 一定是不會帶很多一些 離離扣扣的東西 有沒有要走伸展台 我是走背包客路線 對 所以我只有一個背包 我只有一個 裡面不知道可以裝多少東西 但是還蠻大的一個背包 但是我那時候是冬天去 所以我裡面必須塞很多那個外套 跟後眼衣服 我都捲捲捲捲捲 很小 然後捲到最後我臉吹風機 跟梳子都沒帶 對 我去北非 去摩洛哥 然後我連梳子都沒帶 所以我每天都是 你知道用梳子都沒帶 然後我就帶 我就帶 因為那時候冬天我就帶毛帽 或是帶棒球帽 然後因為我走的是比較 貼近他們當地地的行程 因為摩洛哥其實他有一些地方 還是開發的沒有那麼的現代 然後他們貧窮的人其實也還蠻多的 然後像我那時候去沙哈拉沙漠的那個晚上 我去 我去在那個網路上找到一個Camp 然後他那個沙哈拉沙漠的那個營地的Camp 是沒有任何照片的 他評價97分 然後我就想說沒有照片評價 結果我不管 我就要去看看 結果去了以後我才發現 那營地的主人 他的手機是沒有相機的手機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他Camp裡面的照片 去update到網路上 所以他只能靠他的客人口耳相存 跟給他很高的評價 就是讓我們去找到他 然後他就拜託我 他有一台ASUS的電腦 然後我說ASUS是台灣的電腦 我就跟他說這是台灣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他在他們當地的二手市集買到的 然後他就拜託我把我幫他Camp的照片 E-mail給他 這樣他就可以放在他的那種網站上 天啊 天啊 對啊 我其實那時候都有放在我的IG上面 寫很多故事 好棒喔 然後很妙的是 因為他們 他們那個Camp 其實他就說 你來玩 那我不要帶你去那種有表演的沙漠營地 因為其實沙漠營地他們非常非常多選擇 你可以像慾望城市那種 對 但是因為這種對我來說 我覺得第一個花費太高 第二個我希望的是很Local的 結果有多Local呢 我沙漠營地的主人帶我去跟他媽媽吃飯 去他媽媽家 去他媽媽家吃飯 然後他慢慢就 剛好他姐姐也來這邊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然後帶他吃飯 吃他們當地的食物 然後他們有很多職子啊 然後小朋友什麼的 然後離開那個營地的時候 然後最後我就把我的帽子 就是跟我身上的一些潮牌 那時候帶一點潮牌的衣服 我就送給他們 然後送給那邊的小朋友 然後把我那個背包裡面 能有的什麼迪士尼的筆啊 什麼都留給他們這樣 然後後來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因為我從那個沙拉拉回來以後 我還要繞到他們的首都Casabranca 不是首都啦 就是有機場的那個城市 Casabranca 我要坐飛機回去 然後我在那邊還待了三天 然後真的是我在Casabranca 然後待了三天 我寄你有梳子 又沒有帽子 哈哈 我就沒想像流浪漢一樣 對 所以很多人會說 女生一個人出去旅行很危險 可是其實很多危險是你自己造成的 對 如果你真的一個人出去旅行 你就 OK 我就穿長褲啊 然後不要 不要不要穿得 讓人家覺得你太漂亮 嗯 然後打扮上面也稍微樸素一點點 對 不是說什麼歧視女性 或者是什麼 我們沒辦法大方表現自己 是你們下流 不是我們愛穿怎麼樣 對 其實也不是 但就是你想個辦法 讓自己不要讓人家覺得有那麼信吸引力的話 我覺得其實都OK啦 不會太危險 你的粉絲力爭說你好厲害 哈哈 謝謝 對啊 大家現在以後都要流行自助 自己去旅行 我覺得一個旅行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知道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跟你可以交到很多當地的local的朋友 對 因為你譬如說好我們現在五個女生 我們是不是旅行 那人家就是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跟我們 hand out 或什麼的 對 因為大家就只是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你們是五個人的 我也不好意思打擾你們 然後五個人我們在一起 我們也都是去我們已經安排好的行程 對 然後講我們會的語言 對 我不太會有辦法有時間去跟外國人接觸 所以像我一個人在路上哄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就會說 像我記得我那時候在 Marrakesh 它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城市 然後在 Marrakesh的那個旧城區裡面 我那天就剛好在放好我的行李在我的民宿 然後我就要出去覓食 然後因為他們沿路上都會有人招攬聲音說 來來來來我們這邊坐 來按摩來吃飯來什麼 但我沿路上我都沒有答應他們 因為我已經想好我要去吃什麼東西了 然後結果沒想到有一個人 他就叫我進去 然後我都一直沒有理他 他就拿了一本小本子出來跟我講說 你看 我有世界各國的人幫我簽名 我欠缺一個台灣人 他真的給我看他裡面有很多 就是日本人的女生啊 他是不是有十本 就是日本人的時候 他就說 對 簽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但因為台灣真的很少台灣人去佛格 因為第一個 摩爾哥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要辦簽證 其實要透過日本跟韓國的往返去辦簽證 所以廢時會一兩個月 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很少人去摩爾哥 對 所以他真的欠缺一個台灣人的簽名 然後我就幫他簽了名 我就待在他那邊跟他們聊天 然後 不要想到 因為摩爾哥他們是信奉回教 然後回教的人其實是不能夠喝酒的 他們的教義是不能喝酒 然後我就說那裡面想喝酒怎麼辦 然後他就叫我聞他的馬克杯 他馬克杯裡面是啤酒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你要發現的 他就把酒倒到他的那個馬克杯裡面去喝 然後你就在那邊就聊到他們很多 然後包含他後來叫他朋友來唱歌 然後他說他朋友跟我一樣也是藝人 然後他朋友就是披著那個穆斯穎的袍子 然後脫下來裡面是一個嘻哈 很帥 嘻哈 這種事情 然後後來他們就找了兩個義大利的背包客女生來 我們就在他的店裡面他們彈其他唱歌 超酷的 然後喝馬克杯裡面的啤酒 對 然後就覺得很很有趣 這種東西如果你不是一個人去旅行 不是一個願意去探索這個世界角落的背包客的話 其實會比較難做到 那如果你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因為粉絲剛好有問 就是譬如說像你會怎麼戴啊 然後還有你的保養化妝品那些怎麼辦 因為其實背包客第一個我們背包是直接上飛機的 對 我們背包不會脫暈 因為你下飛機你就背著就走了 對 所以我裡面所有的東西 第一個譬如說像我去專櫃上買保養品或化妝品的時候 我會問他們說你們有沒有試用包可以給我 那如果有那種一包一包的那種洗髮精 那種其實你過海關都是非常方便的 對 雖然很不環保 但是你有一時候如果你去的時間 不是那麼長的時候你可以去 或者他們有時候會送你 你買什麼他們有時候會送你一些試用包 你希望你可以訓練一下 對 那我通常不會說很立即的體驗 我會把那些試用包留著 然後出國的時候 就是慢慢的去消化那些試用包 因為背包客 你其實沒有辦法說是背一些保養品在裡面 然後再來要不就是去一些 比如39元的店買一些那種小的罐子 然後你把它分裝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環保的方式 對 你把你平常用的東西分裝成小小罐的 然後帶進去這樣 那我出國我的保養品 其實最重要我覺得是保濕 真的 因為你到那麼乾的地方 出國絕對就是保濕日底 你出國有些是背包客 那些什麼美白啊 什麼精華液啊 那真的塞不進去 對 所以我就是帶一罐我覺得最強的保濕乳液 然後跟洗臉一定要 洗臉跟卸妝清也做好 我就保濕乳液帶著 然後我可能會多帶一罐 有時候真的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用後敷的方式去讓它過去這樣 那你自己平常就是在家的時候 你的保養素是什麼 在家的時候我的保養素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水腫的人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 我是洗臉的時候我就是按摩了 怎麼按摩 洗臉的時候其實 像這邊有兩個很痛的穴道 這邊有兩個 你可以找一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我肉太多摸不到 有 真的有 你的笑肌下面下面也有兩個會有 有 有 按下去是很痠的 然後在眼周下面其實也都有穴道 所以我洗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繞 因為你洗臉的時候 就是這邊都是肥皂的 所以它其實你這樣子繞 你就可以按摩你的穴道 然後往上按 然後按到耳朵下面以後 你再帶下來這一條 就是讓它去做一個 淋發排毒的動作 然後所以我每天就是這樣子洗完 然後再用保養品 每一道手續 包括一開始的化妝水 然後精華液 然後最後可是美白的東西 然後乳液 我每一道都這樣弄 難怪你 所以我起床過後 大概一兩個小時 我到達工作的地方的時候 我就消水腫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用 可是我每一道保養手續 一定都會搭配按摩 對 然後如果你早上 我還是要再講 就是拉筋真的也是很棒的事情 如果你早上有早起一個小時 或什麼的 如果你有空拉拉筋 其實也是消水腫非常好的方式 對 網友現在已經在敲碗 要問愛情問題 哪 Austin Lee Austin Lee要問愛情問題 你可以現在留言了 對 好 那我們先問 好 想要知道 因為剛剛你就是說 說到旅行啊 有沒有就是譬如說 推薦我們Cosmo Angel 所以如果跟男朋友去旅行 可以去哪裡就是 最棒的回憶 我覺得跟男朋友去旅行 因為很多去跟男朋友去旅行的人 會選擇海島國家 對 可是我覺得跟男朋友去海島國家 第一個 感情又夠好 因為海島國家很無聊 無聊 真的 所以你每天就是大家就是 早上起來啊 游個湯 晚上起來啊 游個湯 晚上又游個湯 吃飯 喝酒游泳 吃飯 喝酒游泳 海邊游泳池 海邊游泳池 然後或者是逛街什麼哪裡 那個我覺得 如果你感情不夠好 會很容易吵架 因為你每天就是 每天就是 不知道幹什麼 其實我還蠻推薦 男生跟女生可以去一下歐洲的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歐洲很貴 可是我剛從東歐回來 我去匈牙利 然後奧地利 跟捷克 我去了15天 然後暑假喔 含機票 住宿刷卡吃飯 9萬塊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 我打轉機的那個 機票 就是我在阿姆斯坦轉機 再怎麼樣 因為你可以去上網 比價很多轉機機票 有時候直飛14個小時 可是轉機花19個小時 多5個小時可以省一兩萬 你要不要省 省啊 當然是 趕快多請一天假 也要省那個1萬塊 然後就變成是說 我買轉機機票 再來因為其實現在 全球共享經濟 是非常的發達的 所以其實Airbnb 會比飯店便宜很多 對 所以就是Airbnb 你早一點早 會有更便宜的價錢 甚至是很多Airbnb 其實它是11個人的房間 你可以跟另外一組的客人 去share你的那個房間 那你的錢又會在砍半 然後再來就是 東歐其實消費不高 像捷克的消費 其實吃起來的東西 會比台灣便宜 蠻多的 對 然後因為歐洲很漂亮 然後 你有很多古蹟啊 然後有很多吃的東西啊 然後很多走路的地方啊 風景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跟男朋友去會蠻浪漫的 去歐洲 對 如果你經濟不是那麼許可的話 那先把西歐先放一邊 先從東歐入手 其實東歐的那些建築物啊 大教堂啊 甚至是 像匈牙利多腦核 藍色多腦核 這麼浪漫的地方 絕對不會輸西歐 所以我覺得東歐是一個 跟男朋友蠻棒的一個 像匈牙利多腦核 我都想去耶 對啊 我都想去耶 我都想去 你很適合 對啊 然後有一個 對你的粉絲真的很認真 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相處了兩年 就是今天好明天又吵 然後一直嘗試來溝通 跟男朋友 對然後 可是對方好像 已經沒有什麼 想要改變的 溝通的問題 對 然後一直相秀 然後女生的他卻好像停滯 這是一個很難性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感情要長久真的是 一直溝通 因為我小時候 談感情人會覺得說 我要談一個不吵架的戀愛 怎麼可能啊 很無聊 真的很無聊 有經驗 當然 很無聊 你看喔 現在這位女孩 得到了一個不吵架的戀情 她就覺得很無聊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感情 是不吵架的 而且你想想看 你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個體 不同的家庭現在長大 不同的教育現在長大 然後你們兩個要碰在一起 然後要什麼都合 真的是只有童話故事裡面才會有劇情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太難了 有時候我們要把我們堅持的東西 放很多的東西下來 但你不要覺得說自己過得很不舒服 如果你日子上過得很不舒服 然後對方又不肯退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考慮這個人 是不是你真的覺得是一個對的人 因為像我覺得兩個人在相處當中 我退一步 你也要退一步 如果我退兩步 你退一步 那這個就是 不是一個在對等的關係下 很多人會覺得說 男生要很寵女生啊 或者是 我是男生我就要很寵女友 其實不是 其實他也要退一點 然後你也要退一點 比如說OK好 我今天進家門了 我老公忘了洗手 我就會很生氣 可是我 我怎麼樣 我忘了慘貓屎 他也很生氣 這其實就是兩個人 都會發生很多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你必須要去說 那我下次要記得慘貓屎 你下次要記得洗手 我覺得這種小事情變得是說 每個人都必須要去退一步 我做了一個什麼付出 你也可以去做一個什麼付出 去溝通一下 如果你覺得 你一直在付出 或是你一直想溝通 然後他還一直很厭倦的話 好麻煩你最近看一下他的手機 也可能出了一些 哈哈哈哈 那如果是溝通的工法 真的 想去撒嬌啊 或是什麼 我覺得撒嬌很有用 有時候溝通這件事情 真的是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我這樣講好了 男生其實已經有一個媽媽了 甚至還有很多姐姐 他不想要再有媽媽或姐姐 如果你還是扮演一個媽媽或姐姐的 的那個角色的話 他就會覺得 很煩 不要對他訓話 對不要對他訓話 跟不要撈刀 這是很重要 比如說 好 比如說 又講到比如說他上廁所 可能馬桶跟他忘了掀 然後你就可能 maybe可以拉他去廁所 然後幫他掀 就說你看你忘了掀了 你下次不會把他掀起來 可是我沒有照片你的聲音 因為聲音很粗 沒有沒有 聲音很粗 聲音很粗 你一定也OK 對 你就是 你看這樣 他其實就是知道說 喔OK 不然就是他可能衣服脫下來 可能就亂扔了 然後你就拿一個洗衣來 到他面前說 扔這裡 扔這裡 對 也可以說 不管是一個 不要 不要去 一直focus在這個 尖念上 但至少就是說 你可以把他的壞習慣變成是說 用一個很溫柔的方式 然後讓他知道 然後潛移默化他 有一天他真的會記得 那你會覺得你很不耐煩 可是你要想你的頭髮也是卡住水槽啊 你的眼睫毛也是亂丟啊 你的隱形眼鏡也是放在床頭櫃啊 所以你自己也有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 變成是說 如果他的壞習慣你看不慣的話 那真的是你可以用一些比較溫柔的方法去潛移默化他 所以我覺得 溝通日見 蠻需要學問的事情 很難說就是 喔一下就打標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慢慢的去改變 對 像我老公以前是一個完全回到家不洗手的人 可是他現在每天都做這些事 那就是你慢慢去潛移默化 是不是會成功的啦 我覺得 那有網友這樣問啦 他說如果另外一半對自己說 他已經沒有想過要結婚 但他沒有辦法想像 未來有一天會失去他 你是說 怎麼辦 就是說可能兩個人目標不一樣 一個搶結 一個不搶結 然後女生覺得說放不下 對 很怕哪一天他走掉這樣 對 我覺得這種東西隨緣欸 隨緣欸 尤其是當我自己婚姻上面 遇到一些問題以後 我真的覺得一切都是 你知道 有這有 沒有這沒有 我覺得不需要 有時候 未來的事情 你不需要把一件事看得太嚴重 對 像好 我這樣講好了 我走演藝圈的第一天 我不會說 喔 我兩年後了 我就是變成理智 不然我就不混了 不可能啦 讓媽媽媽講 你後面有理智 你還是要很努力的賺錢 對 所以你不能說 兩年後我哪有不娶我 我就 我就這段關係 我就不怎麼樣 或者是 我就是會很怕失去你 像 我的高中同學 我這陣子 吃了兩個喜酒 一個十四年 一個十年 哇 愛戀愛喔 但他們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有一方曾經說過 我不曉得啦 但 絕對不會有說什麼 喔 你明年不娶我 我就不會在一起囉 或者是 我很害怕你明年不娶我 我就消失 或 你就會消失什麼的 其實有時候 男生或女生不結婚 有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工作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經濟上面的問題 像 我知道 我有一個男生好朋友 他跟女朋友在六年了 然後女生一直很想結婚 男生一直沒有要娶的意願 然後如果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娶那個女生 他說 啊 沒錢啊 其實這很重要 有時候 你沒有 他沒有辦法給你一個 真的 尤其是現在藝人 真的超常結婚的 然後每一個婚禮 你們雜誌 你們知道嗎 每一個婚禮都被神一樣 對啊 你知道現場的男生 不是現場 你知道滑手接的男生 壓力有多大嗎 他會覺得說 好 萬一沒辦法給你一個 你夢想中的婚禮 沒辦法給你一個 夢想中的婚紗 那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娶你 所以其實很多男生會有很多的壓力是你不懂的 好良 除非你現在剛剛講說 好啊 要不要公正就好 如果他真的夠愛你 我覺得他會去答應這件事 而且結婚真的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喔 我真的要跟大家想一下 結婚你要面對的是兩個家庭 就不再是一個人 你不能很任性的說 我今天晚上跟我姐妹去唱歌 不行 你是有婚姻的人 你晚上要回家 對 你也不能說 那 那好 那你媽的事 不干我的事 不好意思他現在也是你媽的 所以其實結婚真的很麻煩 但如果你們兩個現在感情是好的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因為說 他到底要不要娶你 然後去傷害你們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如果感情是好的 是穩定的慢慢走 接近有一天真的時間到 一天分到了 就結了一天 這真的底劑耶 大家抄下來 因為 真的很難說是 是什麼時候要怎麼樣 因為像少女其實是說要結婚喔 大家比較想要穿婚衫 可是進入婚姻的人就會覺得 因為 還有單身嗎 沒有我推了 我們 我們之前就是因為說你要來 所以就已經有網友 那個雪片般的飛來那個姓 因為我其實很久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就有一個網友就有說 因為妳剛剛有講到兩家人 然後那個網友就說 因為 她有個男朋友 可是她媽不喜歡 然後一直提意見 然後一直跟那女兒說怎樣怎樣 就一直批評 所以那女生就夾在中間有點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她想要請零零回答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是 你要讓媽媽知道她的優點在哪裡 因為媽媽有時候看不見 第一個 你覺得媽媽討厭她 你就不帶她回家 然後你又不跟媽媽溝通 然後你又不讓她跟媽媽接近 因為怕她們會吵架 其實那你就只是在造成她的格格更深而已 對 因為像 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 像我妹 她很喜歡 異大犀牛跟五月天 然後她就每天跟我媽 抖出來 抖出來 她就每天跟我媽洗腦洗腦 洗腦 洗腦最後我媽現在很喜歡 五月天跟異大犀牛 但我舉這個例子是說 妳應該去洗腦妳媽 這個男的的好處在哪裡 比如說第一個 她超會煮 她雖然沒有賺很多錢 她超會煮飯 那你就叫她煮飯給妳媽吃 或者是拿個便當來說 很壞耶 這是我做的這個便當 然後希望妳會喜歡什麼的 然後妳其實可以去牽線 就是讓她知道她有點在 我隨便舉例 比如說這男的雖然學歷不高 但是她很會畫畫 或者她很會做音樂 那妳就把這些作品去跟你媽說 欸媽妳看 我男朋友很厲害好不好 是妳不懂欣賞啊 其實妳可以用一個比較幽默 或者是比較平背上面的方式 去跟她分享很多事情 然後甚至是 如果妳男朋友是個音樂人 然後她雖然還沒有很大的成績 但她可能有辦一些小型演唱會有一些粉絲 妳可以把這東西錄下來給她媽 給妳媽媽看說 妳看其實她是有能力的 妳看台下有這麼多人喜歡她 所以我覺得其實妳可以從很多生活上面的小細節 然後把她的小優點 或是大優點 然後分享給妳的家長知道 而不是只是讓她們兩個人就是 喔我討厭妳妳討厭我 然後大家都不接近 那我就覺得 那就是會沒有喜歡的那一天 所以妳一定要去創造 讓她們彼此喜歡 妳是一個很棒的橋樑 所以妳一定要去當那個很好的橋樑 然後把她們兩個的感情連結起來 很多她看不到的妳喜歡的小細節 妳都可以分享給媽媽聽 相信我媽媽都是愛屋己路的 對啊 有一個網友問說妳現在還好嗎 我現在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其實 我這樣講好了 雖然前陣子發生很多很多大家覺得很令人震驚 或是怎麼樣的事情 但我覺得如果一段關係中還有努力的空間 大家就可以繼續的再去試試看 能不能夠有一個更好的 我常跟我朋友講說 妳看喔 好我現在如果離婚了 然後我再找一個男朋友 萬一這男的又劈腿呢 萬一這男的不是我真的喜歡的人呢 我還是一直在摸索 但很多人會覺得說 喔那妳現在還沒有離開他 那妳等於是沒有去摸索的機會 但我覺得我現在比較傾向的是說 如果我身邊的這個人 他能夠從0分 20分 50分 80分 100分 不要100啦 80分 我就覺得喔 那他是有一個在成長的人 那我覺得如果妳可以讓妳身邊的人 變成一個一直在成長的人 那我覺得也不錯 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現在的關係可以說是 我們大家都還在努力當中 那如果能夠努力到一個很不錯的結果 那我也不會吝嗇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最近沒有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啊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或是我怎麼樣 是我覺得 我自己還在摸索跟我還不確定的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去跟大家說 我決定怎麼樣 或是我要怎麼樣 或是我在幹嘛 或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嗯 等時間去 去說話 也許真的到最後 喔 沒辦法了 那大家再去各找各自的 真正的人生另一半 我也覺得無妨 就是至少畢竟大家都嘗試過 然後也努力過 喔 不過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一句話 就是 嗯 不知道是網路上有人分享還怎麼樣 還是說 以前老人家東西 壞掉了是拿去修 我們壞掉的是換一個 喔 對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壞掉了 當然如果真的太壞了 那很爛的那種 當然是立刻換啦 嗯 但是如果他是有在前進的話 或是他願意前進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可以給一些進婚 對 那 大家可能看到他很不好的那一面 但我有看到他就是從0分變50分 變80分的那個過程 嗯 但當然我還在等 等時間給我們一個答案 因為很多事情不是說 你立刻就可以得到答案 你還是要花一些時間去 去慢慢的去推敲 對 那 大陸的這邊 中國的朋友 有人問說 欸你身上的刺青 是有沒有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好像多了很多刺青 對 因為蠻多人喜歡過我的刺青 然後第一個 我的第一個刺青是這個 他是一隻暴龍 然後除了我很喜歡暴龍以外 他其實對我有一個很大的意義是 因為我有說我小時候脾氣不是很好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覺得說 脾氣不好的事情交給他來 對 就是他已經代表了我的脾氣了 對 就是他已經這樣子了 他已經幫我出氣了 所以以前我遇到很多憤恨不平的事情 我都會馬上講出來 我覺得 怎麼開始這樣 就是沒辦法接受 可是現在他已經代表我了 只要我很憤恨不平的時候 他已經在生氣了 所以我不應該在生氣了 我應該要平靜下來 然後等到我的思慮比較清晰一點 或者是等到時間過一段時間 我還是真的覺得 我沒辦法接受這件事的時候 我再講出來也不遲 所以現在他變得是比較 算是一個 一個 火爆的代表 對 我要刺死 你要刺死 我都要刺爆了 對 明天大家都刺爆了 對 沒有 然後 這個大家都知道啦 這是我的結婚紀念日 對 然後這 花環呢 花環其實這個花環 我是去搭配我的結婚紀念日 所以這個花環它其實只是一個 裝飾 裝飾 對 是搭配我的結婚紀念日 很有想法耶 對 然後這個它其實是一個倒掉的花 嗯 它倒掉了 其實它的故事是 我把這朵花倒掉了 我希望它可以變成永恆 就是我的記憶裡面的永恆已經在這邊了 所以很多事情 像我會覺得說 感情一定要永恆 友誼一定要永恆 或是美貌一定要永恆 但我已經擁有一個永恆了 所以我就覺得 很多事情你不要去太追究說 我一定要有一個什麼很棒的結婚 對 其實不用 那有網友在問有沒有 計畫要刺下一個刺青 嗯 目前我還蠻想刺我家的貓的 然後我想 因為我領養 我三個月前領養了兩隻流浪貓 嗯 然後我希望把它們刺在這邊 對 就在這個位置吧 對 但因為最近比較忙 所以還沒有時間去執行這件事情 而且你畫的都很有藝術 就是有一種藝術卡通插畫感 對 你知道每天 每天 我不誇張 每天都有人問我在哪裡刺青 以及可不可以幫他推薦刺青師 真的是每天 真的很好看 我只能說 喔 這個正義刺青的老闆 記得付我一些 寫錢 太遠 太遠 對 對 好 那 欸 對 有人說他很痛嗎 文如說很痛吧 嗯 蠻痛的 對 所以我 可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雖然現在唯刺青或小刺青 這種東西非常非常流行 很多小朋友也會寫信跟我說 我好想刺青 可是我爸媽不同意 我這邊也一定要說 如果你為了刺青造成你的家庭有任何不愉快的話 那你的刺青即便再有意義都沒有意義 真的 真的超小的 對 因為你想要賦予你自己的意義 可是你這個東西 也許你的父母親沒辦法接收 或你的家人沒辦法接收 然後你為了這個東西去傷害你的家庭 那你的刺青再有意義又有所用 嗯 我覺得這本末倒直了 所以我覺得 你要不就試圖的溝通 希望他們同意 或是你要不就是淺移默化他 就像我妹妹說的 淺移默化 吸鬧對方 讓對方 讓家長接受或怎麼樣 然後再來 如果你還沒有成年的話 父母就是往返 我覺得 對 如果你現在還拿錢 拿家裡的錢 或是你還在念書 還未滿18歲沒有工作 那父母說什麼 就是往返 因為他要養你 你沒有資格囉嗦 好不好有錢再來談 對真的是這樣 真的 你剛才談旅行的時候 就是很多時候是你一個人 嗯 你怎麼跟自己獨處 因為我覺得很多女孩子 其實是沒有辦法獨處 沒有辦法獨處 沒有安全感 對沒有安全感 對有一個網友 你是怎麼樣去 學會跟自己獨處 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滿珍惜一個人的時間 因為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可以做很多 你平常 比如說跟朋友 沒辦法做的事情 因為你跟朋友 你會牽救朋友的喜好 你跟男友 你會牽救男友 想做什麼事情 你跟家人 你會花時間 陪伴家人 去讓家人快樂 可是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想幹嘛就幹嘛 我覺得因為我是一個很自我的人 通常很多時間我會覺得 我就想要去那一間店 我現在就要去 我就想要去買這個 所以我現在就要去 你一個人的時候 超自由的 你要幹嘛就幹嘛 你想去哪就去哪 所有的時間都是你的 所以 像我其實一個人 背包客旅行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會住哪裡 因為我不確定 我走到哪 我大概是走到這個地方 然後看的時候差不多了 我下午4點5點 我才會訂飯店 就是我是一種很隨意的行程 那我會覺得 我沒有任何的壓力 所以有時候你在工作上面 在人際上面 或者是你在跟 可能上司 或者是什麼 相處的時候 你會感到很多壓力的時候 一個人旅行是 我覺得是釋放壓力最好的辦法 因為在那個途中 沒有人跟你壓力 就是所有的東西 是你自己扛錯的 所以我會很喜歡 一個人的生活 我不會怕說 我一個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一個人不知道該去哪 Hello 現在有Google Map 對 在戶 在戶 只要有網路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搜尋 說這邊有什麼好的 這邊有什麼好玩的 對 而且其實你打開心胸 然後在當地 你可以交到很多不一樣的朋友 對 像我那時候去摩爾格 我也是有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 我那個叫Face 也是一個古城 然後在那個古城的時候 當晚上我住的民宿 有一個從土耳其來的女生 然後她在土耳其教書 然後她也是趁有假的時候 然後我來摩爾格玩 她也是一個人被保客 然後我就跟她變好朋友 到現在都還有她的Instagram 跟她的Facebook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分享說 我們最近去的哪些地方 所以其實你一個人旅行 你不用害怕很孤單 因為其實很多人願意跟你交朋友 對 你只要照顧好自己的財務 然後照顧好自己的自身安全 其實 這世界很大 很多你無法想像的事情 在你一個人的旅行當中 你都可以得到 嗯 其實就是要勇敢一點 嗯 剛剛你提到 就是現在交朋友這件事情啊 因為現在演藝 就是整個 演藝圈有閨蜜2 對之類要出來了 然後大家一直講閨蜜閨蜜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閨蜜 就是怎麼樣的條件 是閨蜜 因為我們COSMO 也就是想要當大家閨蜜 就是打閨蜜 對 所以沒有就閨蜜 會一起做的事啊 或是閨蜜有特質 你覺得 我覺得特質是 你們要有相同的喜好 對 比如說你們都喜歡去海邊 然後你們都喜歡幹嘛 對 其實這種相同的喜好是很重要 就是有點臭味相投 嗯 然後臭味相投了以後呢 再來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閨蜜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呃 不管怎麼樣 就是譬如說 OK 今天我們吵架了 我們本來是閨蜜 可是我跟你吵架 但是短暫吵架的東西 吵架的當中 你還是不能夠出賣對方 對 超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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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掉了 有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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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倒是 倒不是說一定要選邊站或什麼的 對 但至少人家告訴你的事情 你可以不表態 你可以不同意 你可以只是 像有時候 我不接受很多事情 譬如說我之前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小三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很痛很疲腿這件事情 那我怎麼還可以跟我的朋友相處 我怎麼還可以接受小三 但是因為他告訴我的事情 我其實都不同意 但是我會跟他講說 嗯 我覺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好了 我覺得你自己快樂什麼就OK 我就只會用這種 對 比較中立的沒有任何立場的話去說 對 因為有時候人在 就像我自己也是啊 當局者民 當局者民這件事情也很難說 我要把你罵醒 我要把你拉出來 我覺得真的很難 有一天等到 像他現在就分手了 然後他離開那個 有老婆的男生以後 他現在跟另外一個男生在一起 要過得非常好 所以就是他已經不當局者民了 然後他也從當中找到他自己的路 所以我就非常替他開心 所以我覺得 他是會找到自己的路的 然後我還是把他當朋友 我當然還是說 我不希望你傷害那個原配 然後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想清楚 但是我講的東西 都是非常的 很中立的 然後我會有一些我的想法 可是我不同意的事情 我會跟他說 我不 不是很辛苦你這樣做 可是我希望你自己 找到自己的辦法 所以我變成是說 你不要去很批判他 然後等到有一天 你們異見破了吵架以後 你就跟你的B朋友說 我跟你講他超賤的啊 他就是他當別人小三啊 什麼話 每天他很可憐一樣 不過就是一個爛小三 因為我把他當朋友 所以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 即便我超討厭小三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是鬼魅的話 你不會去這樣子出賣 你任何一個朋友 那你身為一個鬼魅 剛剛提到當局者民 如果你知道你的閨蜜的男朋友在劈腿 你會怎樣做 我其實不太 我如果非常非常百分之百確定的話 其實我會想辦法給他一些線索 讓他自己發現 而不是說我自己去發現 或是我自己去跟他講 對 線索真的是 可能也很難吧 但是我也許會說 最近那個誰誰誰 你要不要去跟他聊一聊 也許就是那個女生 就是我會希望他們自己去接觸 跟自己去協調 我知道了我沒有辦法說 完全就是當作我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這對他來說 他萬一知道到時候我不告訴他 那也是很傷的一件事 所以我會想辦法去引導他 可能可能就是說 我這邊有一個女生的Facebook什麼的 然後你可以去問他一些事情 或者是這個男生他 比較常出現在哪裡 我可以跟他說一下 或者是你去問一下這個男生哪 男生朋友 他最近有沒有什麼 什麼其他的對象 或什麼的 當然很多男生不會說 一定是他的男生 但不管 我會試圖的去想辦法 用一些比較 摸不著邊的東西去點他 希望他摸得著邊 暗示 對 因為如果你講得太直接說 媽你男生超賤的 你知道嗎 我昨天看到他跟一個女人 在這邊牽手 欸萬一對方是他妹妹呢 你不就搶了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很多事情 你要讓他自己去發現 嗯 那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好 有有 時間過好快 最後一集 對 就是其實我們 你要給Cosmo Angels一些建議啦 就比如說像玲玲啊 你在愛情中最重視哪一件事 就是你覺得女生 就是因為我們要愛自己 嗯 你覺得我們女生來講 應該要最重視什麼事情 其實最重要真的就是愛自己 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保有你自己的經濟條件 和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朋友圈 你不要說 喔好 我今天很愛這個男生 我願意跟這個男生在一起一輩子 所以我姊妹都不聯絡 然後姊妹約我吃下午餐 喔不行 我要陪我講 姊妹都說 那是我老公今天要怎麼樣怎麼樣 嗯 那其實你會失去很多東西 是 所以我覺得 你一定要把你的時間規劃的很好 比如說 喔OK我今天是 我今天我老公先跟我Book這一天了 所以這一天我就不會跟姊妹出去 可是明天我有我姊妹的日子 後天我怎麼樣 然後再來我覺得你一定要有一個 我個人覺得啦 不管是結婚不結婚 生活的重心都不可以在愛情上 我對這件事很嚴格 因為我覺得生活的重心 第一個你有家人 第二個你有朋友 第三個你有工作 第四個 不是說愛情擺在第四個 而是這四種東西 我覺得你要去 劃分好他們 該在哪邊的位置 嗯 他們對我而言都一樣重要 對 但是你不可以把一件事情 放在最中心 因為不然你好 你今天愛情失去了 好就像我哪一天真的愛情失去了 嗯 我還有工作 我還有你們 我還有朋友 我還有家人 每個人都是我背後的資助的時候 那我不會覺得我一無所有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男朋友或老公放在一個超高的位置 然後朋友怎麼願意你都不出去 你媽叫你回去吃飯你都不回去 然後你連工作都不要 媽媽老公會養我 然後你媽 分手的那一天 或是離婚的那一天 你會發現怎麼辦 怎麼打朋友也都打不回來 媽媽還是會在啊 可是你也曾經傷害她了 然後你又沒工作了 那你怎麼辦 一切都從零開始 所以我覺得每一件事情 你都一定要去安排得好 然後當自己的生活的主人 沒有誰是你的主人 只有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主人 然後當你把你的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得體以後 你就會知道說 喔 那在我的生活當中 我可以去掌握得很好 我覺得這很重要 好那謝謝 謝謝你 你要先拍手 哇 學到好多喔 學到好多 學到好多 謝謝大家啦 謝謝大家啦 幫我們一個忙 對 現在可以請您 幫我們呼籲下請粉絲們 幫我們專業按個讚 沒錯 因為其實最近我會在這邊 我會在這邊跟大家直播 也是因為我 開始在科目博覽寫專欄了 然後因為雖然我是欠稿大王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愛欠稿 但因為我還是會常常在這個專業上面跟大家見面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請到我們的科目博單的粉絲團 按個讚 你這是什麼 閨蜜嗎 是新的嗎 新的 秘密清楚 你你可以來當我們的助戰 對 我們其實有個秘密社團 喔真的假的 姐妹會 然後就是女生可以在裡面任運說任何事 我們都不會被她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在那個社團裡面找她的大獎 我快來跟我講男朋友的秘密 對對對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現在來邀請你可能來助戰回答問題 好啊沒問題 沒問題 還有旅遊 拜託 我超想看 旅遊你寫一下真的 好 我可以開始寫旅遊的那個部分 對啊 對因為我現在也會在科目博單分享我的專欄 然後以及 對未來我會到這個 COSMO 閨蜜放心說 然後裡面去看大家有什麼疑難雜症 然後 不能說 不能說幫大家解決啦 只能說是跟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我們一起想出一個好一點的辦法 彈心彈心 對彈心彈心 所以大家記得要去按讚喔 謝謝你們 謝謝 掰掰 掰掰 我們要走囉 下班囉 下班囉